请 秦司令 我敢断定 今天晚上这事 一定是夏丰这会儿人干的 该查的你也查了 该看的你也看了 可刺客在哪儿呢 肯定还在宋府城 你的意思 扔我来个全城大搜捕是吗 你敢吗 不敢 事都变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在万华楼出这种事 不是一次两次了 基本上都是结梁子 凭我的直觉 想要我脑袋的 只有共产党 那可不一定 你以为你给小飞燕下班了件事 就被人看见吗 我算是领教了 什么叫一怒冲天 魏红颜 你跟龟英领的梁子 算是结起了 你敢肯定今天晚上 不是小飞燕的兄弟 想要你的脑袋吗 日本人也跟在后头呢 这个我信 不过我更相信 这些人没人会要您的脑袋 什么意思 司令 据我所知 小飞燕的人都在龟英领呢 肯定不是他们的人干的 这伙人的打法 很是眼熟啊 去去去去 别怪你谁干的 我现在就问你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 没人要我的脑袋 什么意思 秦司令在这经营十多年 各路人马都会给您面子 谁会要您的脑袋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说日本人也会给我面子 你是说我在黑龙江城 宋府地区警卫司令 指头是汉奸 然后你把我抓起来去立功 来 抓我 抓呀 司令 咱副司令可不是这个人 你个滚奴子 你别吹 你以为我傻 我什么都不懂是吧 从你来我这儿 我就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就是奔着我的部队来的 你给我的委任状我认了 可是你刚才这番话 让我心寒 感情你压根就没拿 我这个三江组司令当回事 从跟上起 你就跟我隔着心哪 我注意到了 最近咱们店里陌生人走动比较频繁 最近咱们店里陌生人走动比较频繁 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监视野剧破了 上次行动是我不好的 永逸啊 永逸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是个老侦察兵啊 遇到这种情况有变 你应该赶快撤 你倒好 啥事咋都搂不住呢 我只想着机会难得 无论如何把他干掉 咱们大家都 踏实了吗 干掉 好啊 结果呢 人没干掉 咱带松府城的力量全暴露了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面对的敌人啊 与以往不同 这白旗山啊 是国民党军统 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其实上一次啊 在松府城认试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我给认出来了 只不过现在我们俩 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所以 我们就需要 更丰富的战斗经验 去消灭敌人 然后完成任务 他们不是关注野剧破吗 我们就在野剧破 跟他们周旋 抓准时机 动手 我们就在野剧破 我们做完 我们先为你 我当心那一个 即使 也能被人 遇到 在状态 我 我想好了 我想见你哥 我要上门提金 真的 真的 啥时候 明天 明天 我哥要是不想见你咋办 所以啊 你今天回去 跟你哥带个会儿 剩下的 就看我的吧 你想好跟我哥说啥了吗 他可没我这么好糊弄 放心吧 那咱们说好了啊 明天山上见 明天见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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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把架放下 放下 各位兄弟 别误会 我是松府警备区副司令 白岐山 我这次来 是特意拜访黑虎堂大当家的 麻烦这位兄弟 进去禀报一声 放下 中国国军革命军 新编第一军 情报处少校白岐山 拜访大当家的 这正规军就是正规军哪 你还别说 这身形头穿在你身上 还真是有个人模狗样的啊 怎么着 得想明白了 空降到松府 和跪山头的兄弟们发生点误会 我答应过大当家的 要带这些东西作为补偿 前一段时间忙于公务 今天特此前来赔罪 行 说话算数 这人情我领了 那你说说 你这次上山 你这心眼里边 又算的什么小九九啊 我心里想的 大当家的应该清楚 我要取兰儿为妻 请您做主 是 上次在任雄里提过这事 那这么说 你这次上山 是来提心来了 正是 那你凭个傻呀 好 南儿 今天当着大当家的 和黑虎堂所有的兄弟 我想跟你说两句 我身为军人 没什么积蓄 能给你的 不敢说是大富大贵 但是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我不能让你像现在这样生活 我要带你过你想过的日子 说得真好 真好 姓白大 油嘴滑舌坑蒙拐骗的 我见得多了 你说你一个持君想的 你跑到这深山老林子里来 自然是有你的差事 你在此不过就是个过客 你这好人我见得多了 往好里说 你也就是拿我这个妹妹寻个开心 往坏里说 你要娶的不是我妹妹 娶的是我这黑虎堂上下的 几百好兄弟 白岐山 就你这可尘样 我这几百好兄弟 你招呼得了吗 都给我闭嘴 来 哥 我不管你怎么想 也不管兄弟们怎么看我 今天我把话撂着 这个人 我非他不嫁 你 这黑虎堂容得下我我就留 要是容不下我 我现在就走 我的爷们跟我走 干什么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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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我再说一遍给我闪开 听见没有 好 白岐山 好 好 兄弟们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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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你们 别怪他 别怪他 我看出来了 你们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来 走开 你这个缺心眼的败家玩意 走吧 跟着王八独砸 滚 滚 走 对不住了 大等下的 老三 大哥 带这个兄弟给我跟着 行 大哥 白长官 什么事 副司令 看来今天这趟婚 求得不太顺利啊 别跟我提这事 嫁谁不嫁谁 我哥说了不算 我自己说了算 二当家的 你哥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现在世道乱 局势不稳 他无非是想让你找个好人家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可是白长官能给你这些吗 他是个军人 今天在这儿 明天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再说咱们这个地方 各方势力 白长官来这儿 可是有使命的 什么使命 不就是杀共产党吗 我就不信了 我们两个人加一块 打不过一个小白脸 你别在那装哑巴 刚才萧参谋那些话 是不是都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我告诉你们 在松府这个地方 还没有人能拦得住 我想干的事 没事 随便去吧 晕晕 你们先来 你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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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家的你走路怎么没声啊 吓我一跳 夏公子 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啊 看会儿书 我回松甫城的路上经过这儿 心里闷得慌 想来喝点酒 二当家的 来 来 请坐 请坐 来 请坐 请坐 喝酒啊 丑龙 酒 小兄弟 一会儿记得还给我 二当家的你这大半夜的跑车来喝酒 有点渗得慌 我就是笑了 咱们家七姐眼光真好 看上了你这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小书生 这玩笑可不敢开啊 你说我这么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男子汉啊 这七姐不可能看上我的 这七姐不可能看上我的 夏公子啊 再过两天我就要出嫁了 哎呦 那真是喜事啊 这 恭喜恭喜啊 恭喜 你不想知道我要嫁给谁吗 谁啊 自治军副司令 白齐山 二当家真是太有眼光了 哎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哎呀 也不知道选的是哪个良辰吉日啊 我夏末一定凑一份子 日子还没定呢 这不山里有规矩吗 女方的陪价得是一份后路 所以呢 我就找夏公子来了 就是你 去找七姐 你 你一个人啊 快去找七姐 七姐 正规的 七姐 怎么办这事 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快快快 抬我屋去 你屋是吧 走 算扶着点啊 快 来 来来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丑龙 去打喷热水放在门口 哎 七姐 你也去啊 哦 了 真笔 了 真笔 这到底咋个事啊 我哪知道啊 我们掌柜的正在那看书呢 他突然间就进来了 做呢就开始要酒喝 然后说什么 要嫁给那个姓白的了 还要娶我们掌柜的命当嫁妆 跟着道路出手了 完了不知道咋的就趴那儿了 这娘们儿 心狗黑的 二少爷还救他 谁说不是呢 救他好心眼 二少爷 人我交给你了 丑龙 跟我回屋拿药去 瞅瞅人二少爷 心肠多好 换过我就不救他 进来 二当家的 你自己看看 你怎么对任二少爷的 任二少爷怎么对的你 真够逗的 跑我这儿来杀人来了 你是怎么想的呀你 人家跟你有什么仇 有什么过 行 就算他跟他姓白的结梁子了 那是老爷们之间的事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一个老娘们 你跟着蹭了什么呀 气死我了 你要结婚了 还要拿二少爷的命当嫁妆 你怎么就那么牛啊你 我告诉你啊 我把话撂这儿了 人二少爷是个好人 从今往后 你要是敢碰他一根寒毛 我给你拼命我 你听见没有啊 行了 你这样也走不了了 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吧 给 二少爷给你拿的药 保命的 给 看开 看开人家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我是在想啊 昨天美人兰 那一镖就从这儿刷 我就躲过去了 得了吧 别把脖子给扭了 什么叫把脖子给扭了 我觉得 你那就是侥幸 人家那刀飞歪了 什么叫侥幸 人美人兰 那武功多好 那飞刀刷就过去了 侥幸 你给我侥幸 一个我看看 好好好 你躲过去了 行了吧 你干啥呀 你 教我点功夫吧 你学功夫干嘛呀 我想 有一天我跟人打起来 别吃亏 真想学 来 刀儿 去看看二少爷咋还不下来呀 早饭都凉了 二少爷没在屋里呀 他又去哪儿了 老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 七姐 你快去看看吧 二少爷在河边掘着呢 您别闹 小爷 您uzzy 现在 大根 很棒大家 来 wantス 是 激 beep 佩 我们 早 早 你穿妆啊 你穿 你穿什么妆啊 别别别 别闹 怎么了 我这不刚练吗 不是你刚练 你也不能这样啊 一腿你就倒了 你瞅你 腿软的呀 那我没练过 这可不就这样吗 应该什么样啊还 不是 这这咋说说还急了呢 那急 不急怎么的啊 我这练得好好的 你捅我干什么呀 我 我不是以为你闹肚子吗 不是 我这练得好好的 你别给我添乱行不行 再有 我 你明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本来就没自信 好点了吗 今天想咋的 回不回去啊 我回去 好 一会儿我就给你找人送山里去 你给我送到自治军司令部 那咋成啊 你哥要知道了 回头不得怪罪我啊 我哥那边我自己交代 你给我送过去就行了 别的你不用管 成 倔的倔 Miguel 好 快来人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少爷呀 用不着这么高官抹脚的 想问啥就直接问呗 什么都满目过七姐 丑门神上哪儿去了 昨天他跟我说了 说去进展收货 我怎么总觉得 这是个猎手 是啊 咋的了 出了 西姐 你看 这是啥呀 这种毒刺又叫狼蛊刺 专门长在死狼尸骨上 是狼毒草的一种种子 那咋的了这是 七姐 你跟我来一趟 是 七姐 麻烦你帮我看看 这根你认识吗 这谁呀 不认识 乌德 乌德 没见过 麻烦你再帮我仔细地看一看 这有啥看的呀 三角眼 踏鼻梁 送身货的长得都这样 是 这是一张二十七年前的照片的 确实不太清楚 二十七年前啊 那七姐就更不认识了 二十七年前还没七姐呢 好 七姐 不管怎么样 这事你得帮我 二少爷 今天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在七姐的地盘 什么忙我都能帮 唯独这个忙我帮不上 我告诉你 这件事 知道的人越多 麻烦就越多 我不想给你找麻烦 篮子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跟不跟哥回去 行 那你好好歇着吧 二当家的 你再好好想想 别任性 老三 走吧 走了 走 走 你个王八犊子 我妹妹前脚跟你走 你后脚就把他当枪尸 你还试什么 大人叫他 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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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大当家的 好 看看大当家的 我这算是看出来了 你不胡是吧 那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白长官 到底有什么本事 来 这儿 姐 他俩打起来了 打去吧 有两下子 有两下子 好 别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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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司令 劝着我 不能再提出去了 快输着命啊 哼 就是他娘子死了才好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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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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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哼 驾 大当家的 这是干啥啊 你个网吧犊子 别在这装没事而死 昨天晚上二当家差点没死在你这 今天 我就先拿你开刀 别闹 又出来几个横的 老子看看 你们有什么本事行 串龙别动手 就这点事跟大当家的一说就能明白 说明白 人差点没死这儿 你说说 我看看怎么个明白法 昨天半夜 二当家的来店里 说要见我 说不上两句就出刀要杀我 不料中了暗器 继续说 一根毒刺 在野局坡这东西伤人 我想大当家的肯定是听说过 不止一次两次了 是我帮他取下这根毒刺 救了他的命 二当家的用刀害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开张的那天 他就想要我的命 要不是我的伙计出手相助 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我知道 他屡次要害我 不是大当家的意思 那是谁的主意 我不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是一个外来的药商 跟你们黑虎堂无冤无仇 二当家的想要我的命 我没还手 我还救了他的命 我应该算是你们的恩人吧 这不说 就说七姐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干 在那儿陪了二当家一晚上 你们一句谢都没有 上来就是一鞭子 好 话说到这儿我不说了 如果你这气还没消的话 你冲我来 今天你就是抽死我 我认了 大哥 这小子说的有道理 下掌柜的 今天多有得罪 误会了 七姐 这事过去就算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再说 现在有夏公子跟你撑腰 你怕什么呀 小心我撕了你这张嘴啊 你说这个不着调的 刚挨完了鞭子 怎么还吹上口琴了 这 这想啥呢他这一天都 不行 我得看看他去啊 还吹呢 你 你跟你屋听着就行了 你来这儿干啥呀 我还怎么吹呀 疼不疼啊刚才那鞭子 不疼 干啥呀 我看看 你别急你别撩我衣服啊你 就是 对 对 不疼 不疼 对 对